今天我们来做生姜柠檬蜂蜜茶 这款茶具有增强抵抗力的作用,特别有着能增加肠蠕动的作用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材料 这个材料非常简单,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生姜味的可以放120克生姜 如果不太喜欢的话放100克就够了 我们先找一个可以密封的瓶子,洗干净,用开水烫过消毒 生姜洗干净 然后把生姜去皮,切成大片 这个不要切太厚,但是片大一点没关系 把柠檬皮打湿 然后在上头抹一点盐,清洗外皮 因为这个外皮有水果辣,用盐搓洗可以把水果辣去掉 然后用清水把它们冲洗干净 洗干净的柠檬去掉两头,然后切片 如果纸很多的话就把它们去掉 在消毒好的瓶子里,装几片柠檬 再装几片生姜 继续的加柠檬片 就可以开始加蜂蜜了 等到蜂蜜渗透下去一点,顶上有一点空间了 可以继续的再加柠檬片和姜片 还是要记住最顶部一定也要留出一点空隙来 不要装的太满了 不然等两三天,蜂蜜可能会膨胀出来 加盖,把它密封,放置三天 一开始看起来瓶子是这样的 三天以后就腌浸好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瓶子里的液体是透明的 我们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天气冷的时候可以用温开水冲着喝,舒心暖胃 天气热的时候可以用凉水或者冰水冲着做饮料喝 都非常的可口 打开盖后室温保存就行,一次不要做的太多尽快喝完 不论什么季节喝一点自制的生姜柠檬蜂蜜茶都非常的舒服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